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为什么每天半夜会自然醒 其实就是这两处堵住了 好不容易睡着了 半夜莫名其妙的被惊醒 一看时间,又是凌晨三点 想到明天六点就要起床赶地铁去上班 还有三个小时可以睡 翻个身,希望自己可以迅速地入睡 可没想到,越是着急,越睡不着 越睡不着,就越着急 内心崩溃 翻来覆去,覆去翻来 好不容易睡着了 这个时候,闹钟却响了 又到点上班了 完了完了,昨晚又没睡好 又失眠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睡眠障碍率达27% 中国睡眠研究学会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以上 超过了3亿人有睡眠障碍 而且这个数据仍在逐年的攀升中 而90后也成为了失眠的阻力君 并84%的90后存在睡眠的困扰 睡不着也就算了 最可恨的是睡到半夜 自然而然的就醒了 无论怎么折腾 就是睡不着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 每晚11点前入睡 凌晨却定时的醒来 比如一到凌晨1点多 又会自然而然的醒来 又或者一到凌晨3点多 也会醒来 为什么半夜总会自然醒 睡到半夜两到三点就突然醒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属于间歇性的失眠 多表现为入睡并不困难 但持续的时间不长 还很容易被惊醒 后半夜醒后就不能再入睡 对于青年和中年人来说 在精神紧张 过度兴奋或者是抑郁 外界环境 刺激引起的恐惧焦虑感 日常琐事 引起的烦闷等精神因素 常可能会引起间歇性的失眠 而患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人 也常有这类的失眠 睡觉老师在半夜醒来 也可能是以下这两种原因 第一,夜尿多 每晚夜尿次数超过三次 至为异常 引起夜尿多的原因复杂多样 比如睡前水喝的太多 或者是生病患者 膀胱炎 尿道炎 以及年龄增加 都可能会出现夜尿多的现象 第二是生物中紊乱 生物中就是身体的时钟 经常熬夜 生活不规律 日夜颠倒的人 就会导致生物中紊乱 生物中紊乱不会一下子就发作 它的损害是随着睡眠剥夺的程度 慢慢地呈现的 不仅仅是睡眠 生物中对于新陈代谢和其他的重要身体功能 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平时睡前可以减少睡眠的干要 比如远离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 夜里这两个时间最容易醒 说明这两个器官的经络已经堵塞了 第一 丑时 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 凌晨一到三点钟莫名地醒来 多半是由于肝火旺盛所致的 糖伴有烦躁、易怒或者气欲等症状 当气血流注到肝精的时间段 自然就把人唤醒了 建议 这个时候我们就敲揉、点油、肝精的阴包穴 以及太冲穴 这些穴味会痛不可摸 我们就可以在痛点处敲、油、五至十分钟 三五天后痛感就会消失 以后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敲打到手势 我们在敲干净的时候 握紧拳头 用小指的指关节来敲 轻敲三到五遍后 在大腿内侧的阴包穴会有强烈的痛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对痛点进行点油 太冲穴在大脚趾与二脚趾分叉处的凹陷处 我们用食指在此处点油 如果有痛点就需要梳理 二、饮食 凌晨三点到五点 这个时辰是肺精当令 也就是肺功能最强的时候 因此肺火过旺、肺气不足、肺热等人群 就更容易醒来 建议肺不好的人群可以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 比如雪梨、百合等等 睡前不妨敲柔肺精的孔坠穴 点油鱼剂穴 在痛点处每次操作五到十分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按摩后 血位处的痛感会减轻 就会发现致指夜间惊醒的症状有所减轻 敲打方法 前臂放松平举 掌心向上 另一手握空拳 轻敲肺筋、瞬形处 点油鱼剂 鱼剂在靠近大拇指的两骨中间的位置 按油时 拇指要靠向第一掌骨发力 肺有疾病时 此处也会痛感明显 可是有些人开始痛感不重 当把孔坠穴疏通之后 感觉才会出现 下面这些行为会加重失眠 第一 醒来玩手机 手机光线会刺激大脑和眼睛 导致神经兴奋 不利益再次进入睡眠 二 喝凉水 冰凉凉的口感容易让神经更加清醒 对肠胃也是巨大的刺激 如果要喝水还是建议喝点温白开水 它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预防血栓的形成 第三 想事情 失去反咬会干咬睡眠 半夜醒来 想东想西 不但事情想不清楚 睡眠也耽搁了 反而越来越焦虑不安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